妈妈 你爸爸是不是让你练得太累了 哎哎哎圣一 你不要把他当成小孩子 你要这么这的话呀 他将来就一事无成 本来一家人好好的这个这个休息一下 你看你今天弄得鸡飞狗跳的 无冲无尽的各种学习班网课 三四岁的小孩 你说你脑子怎么想的 你给他报个这个街舞 你怎么不上天呢 我认为就是小孩要一定要多试多玩 然后他自己感没感兴趣 因为你家长也不知道 你这样的话会让艾伦从小就知道 万事皆可护隆 你要这么下去的话 艾伦非得让你给培养废了不行 你在家里上也不一样 在任何的一个地方要么就不上 上的话必须达到今天的效果 那他要崩溃了 不别认为他们没有思想 小孩子已经非常有非常成熟的思想了 无论让他学什么 我不反对 但是在学这个的过程当中 必须拿出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样子来 慢慢就有态度了 没有 你真的了解一下 现在他们的同学都是要学几门 那你的意思说 安迪就可以随波逐流 其他小朋友都这样 你在同样一个班里 你难道没有上进心吗 一个小孩子 除了正常课堂之外 你又给他安排了十件事 他的压力哪来的 他为什么升级气来抽抽 哇 你难过了 打招呼